中原指数连升十个星期,现在无人够胆讲楼市几时会下跌,有刚转态的评论员说升市莫股顶,这句话我们听过了很多次,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恒指升至三万四点时。 不少专家说股市还有大幅上升空间,叫大家升市莫股顶,放心入市,今日恒指指得三万。在楼市方面,的确很少听到有人说升市莫股顶,虽然指数公司负责人说现在看不到楼市有下跌迹象。 指示上升幅度时高时低,既然永远上升,即是叫大家买楼。当大家满腔热情准备买楼的时候,原来地产商更加积极准备买楼。复活节假期是一个极好的买楼时间,因为,每年在春节后出现的小阳春,到了复活节假期是最灿烂。地产商会把握这个机会大量买楼。在今年第二季应该有八千个新楼单位供应。 在复活节假期最少要买一半。否则,过了这个假期,又到了五穷六拙,卖楼又没那么容易。但很奇怪,这个假期的新楼销售成绩似乎不大理想。不但大型新楼盘欠奉。就算其他的中小型新楼盘销售成绩也强差人意。有人问是谁打乱了地产商的卖楼步伐。 复活节假期不卖楼。在今年余下时间就要搞很多速销活动。一定会影响楼市上升之势。 其实,不同地产商在复活节假期之前,合作搞了一个大型速销活动。叫招标。大家可以看到以招标出售的楼价是非常高。 但看不到地产商的高回增。就算连银行家也看不到。所以,大家认为新楼楼价不断上升。影响所及。 二手楼楼价也不断创新高。谁不知政府突然醒觉。陈凡不但叫地产商自律,还要求以招标卖楼时列出所有回增。这样就糟糕了。 因为有些回增高达楼价25%。将回增扣除。楼价就会出现一个显著跌幅。 所以,有不少地产商立刻且停售楼报伐。宁愿浪费一个黄金档期。否则,就很难向以前用高价买了那些楼盘的买家交代。 不如等多几个月才卖楼。到那时候,如果楼价上升就一天都光晒。 即使楼价下跌,也可以对那些高价买家说是因为大市下跌。所以,他们才会减价速销。 虽然市场上预测第二季销售量有8000个单位。我认为只可以大约出售六成。 如果政府没有打乱地产商卖楼报伐。第二季卖6500个新楼单位是保守预测。